大家好,我是小勇 猪肉最近是不能吃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香菜炒鸡肉丝的做法 咱们开始制作 鸡胸肉切片再切丝 这里要注意 顺着肉的纹理切 切点姜末 加少许胡椒粉 加少许淀粉 加一勺料酒 搅拌均匀后腌制10分钟 香菜切长一点的段 热油 放鸡肉丝快速翻炒 鸡肉变色后放香菜 加适量盐 翻炒至香菜打烟就可以出锅了 香菜炒鸡肉丝做好了 冬天吃最好 自补不上火 好吃又下饭 喜欢小勇的视频请关注我 咱们明天见 大家好 我是小勇 刚下班回家 路上买了几个烧饼 等下炒菜吃 来 妈妈给你买的小零食 你先吃着啊 妈妈做饭去 听话啊 昨天天气挺好的 今天突然这么冷 可能是要下雪了 哎 怎么没菜了 还送三个鸡蛋 大腿煮着吃吧 好好 咱们煮鸡蛋吃吧 我笑 这孩子 哎 这不是一盘好菜吗 剪下来就能炒着吃 实在不忍心吃它 可是今天天气太冷 不想出去买菜了 没事 等会再给你浇点水 还会长出来的 大家有没有吃过这种菜啊 这是我前几天种的 本来是想当盆景的 可是今天天气太冷 不想出去买菜了 只能牺牲它了 没事 你不用担心 等会吃完再给你浇点水 还会长出来的 好了 把它洗一下 把吃好的蒜苗切成小段 把三个鸡蛋搅散 热油 先炒鸡蛋 鸡蛋炒八成锁 盛出备用 再热点油 油 油热下蒜苗 稍微炒一下就行 放鸡蛋 放盐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就能出锅了 菜做好了 非常简单好吃 儿子 儿子这会儿早就饿了 先给他掰块烧饼 我们知道烧饼非常好吃 外皮非常酥脆 层色非常多 来 酸鸡蛋 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来 好好吃一个鸡蛋 呀 大口吃 香吗 嗯 来好好吃口鸡蛋 呀 真好 香吗 好 多吃点啊 真的很好吃 非常鲜嫩 可惜只有一盆 改天多重点 嘟嘟嘟嘟嘟 诶 还没给他浇水呢 等一下再吃 先浇水 不要喝 不好意思哦 把你给吃了 如果有朋友喜欢吃的话 可以自己试试做 把蒜放到盆里 浇点水 一礼拜左右就长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小永的视频 咱们明天见 好 大家好 我是小永 今天跟大家分享五彩鸡蛋汤的做法 咱们开始制作 胡萝卜切片再切丝 金针菇去根后撕成小朵 香菜切小段 西红柿切片 打一个鸡嫩搅散 热油 先炒西红柿 炒出西红柿汁后 加适量清水 煮开后 加胡萝卜丝 金针菇 稍微搅动一下 再煮两分钟 加紫菜 加适量盐 搅拌均匀 稍微煮一下 淋上鸡蛋液 轻轻搅一搅 放香菜 加点香油 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五彩鸡蛋汤做好了 大冷天来一碗非常的舒服 喜欢的朋友请关注我 咱们明天见 大家好我是小勇 今天天气暖和 买了点羊肉 总是做火锅吃 今天冬天还没吃过火锅呢 今天下午有时间 几点馋 今天买的菜也有点简单 滑滑菜 豆腐 海带丝 丸子 先切下羊肉 现在我们这猪肉不敢吃 怕有猪瘟 买了点羊肉 羊肉已经在那洗好了 切成薄片就行 菜都准备好了 大家喜欢吃什么菜呀 咱们先准备点火锅底料 先热油 把羊油炸出来 放火锅底料 放火锅底料 什么排子都行 炒出红油 加适量冰水 稍微煮一下 把准备好的食材 把准备好的食材依次摆进去 白菜最好放在最底层 羊肉放最上边 把煮好的汤倒上 这种火锅要边煮边吃才好吃 等下到院子里吃 等下生火煮一会就可以吃了 我们这儿不让烧柴火 平时吃都是用木炭的 煮好了 天也快黑了 帮回家吃吧 这个底料不是特别辣的 小孩子可以吃 好好吃点羊肉啊 海带 肉丸 肉丸子 肉丸子 再点吃啊 嗯 吃点羊肉 有点儿蛋 再加点儿盐 有点儿盐 这样煮上一会儿羊肉非常入味 嗯 真好吃 再吃块豆腐 我不是说你要这个 豆腐还不是很入味 吃个娃娃菜 嗯 今天火锅做得非常成功 好 多吃点儿啊 嗯 嗯 哎 要了啊 来 羊肉 好 吃吗 好吃了 好 吃了 要来吃吗 嗯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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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冬天的第一顿火锅吃的太过瘾了 唯一遗憾的是想在院子里吃 结果天黑的太快 感谢大家观看小永的视频 咱们明天见 我要继续吃了